創辦呂智和蔣文明掌 因為我自小 因為香港淪陷失學 對於很多人間的疾苦 和很多事情都看在眼內 經過三、四十年、四、五十年 在社會見識了這麼多事情 和面對了這麼多苦難的事情 在中國興起的時候 我開始去中國大陸投資 也看到很多事物 我感覺到這個教育 當時對中國是很重要的 從那時開始 我留意到人民和世界各方面的需要是什麼 在六十週年的時候 我認為是一個時機成熟的時候 在這方面就開始 就將我自己當年所想的思想 成立這個獎 這三個獎就看來很簡單 但是主要就是希望世界的人類 世界的資源能夠大家享受 就和其他獎項有些分別 他們當然在創新科技、醫療、學術性、創新方面 和平等 但是我盡力將它推動世界的資源 能夠持續大家和平共享下去 這就是很簡單 而且每個人最簡單的人可以享受 最高級的人都可以享受 關於正能量 其實每一個國家、全世界、每一個族類、每一個民族 都有正能量 都有革命向善、向美的說法 但是怎樣能夠排除了心意 真正的推動出來呢 我的目標就是在這裏 就不分任何國家、任何族類都可以參與這裏 我亦都要特別解釋 這裏說起來簡單 但是推動起來 這個成績就不太容易實現得到 所以我就跟大家說 我在那些自己的書籍都有說 是一個種子來的 希望是等一個種子下去 希望我的代表最快就越好 未必是做得到的 就是第二代 第二代做不到就是第三代 去到甚麼層次 譬如用一個外國知名人士、外國領袖 做個比喻 那些不會影響到香港裏面有份被提名、有份參加的人 你覺得以貢獻、成就、言行、得行去到甚麼階段 你好像我們有個德蘭修女 他勸出自己各方面的見識、力量、無私、大愛的精神 向每一位能夠做得到的人作出貢勸 這些大愛的精神都值得表彰 還有一些分別的民主 什麼意思 因此希望未必有著